我們看這裡 這裡他問說,下圖中 這些圖,四個圖 好,表示線圈與磁鐵的相對運動 這個速度的關係 下列何則感應電流最小 這一個,因為它相對速度等於0 你就相對靜止,相對靜止裡面沒有磁磚量的變化 所以它感應電動是等於0,感應電流等於0 所以大家應該選1 再來的話,次小的就是這個 那這兩個的話,因為線圈也沒有辦法寫進 這裡線圈比它多 如果它相對運動一樣的話 這裡的感應電流會比較大 但是因為它的相對速度也比較大 如果看速度效應的話 它的感應電流會比較多 這兩個沒有辦法比較 不過的話,這個是最小 這個沒有感應電流 次小是這個 再來就是這兩個 所以最小的是B 所以這一體它應該選B 是B 所以這一個是B 有的,是B 有的,是B 是B 有的,是B 有的,是B